非洲国家索马利亚的首都摩扎迪修机场 当地时间18号发生了客机迫降翻覆的事故 根据路透社报道 飞机翻覆之后起火燃烧 冒出了浓浓的黑烟跟橘红的火焰 好几辆的消防车开进了客机之后 马上开始喷水试图灭火 根据索国官员表示 失势的飞机是从索马利亚的城市 拜多亚飞往首都的国内航班 依次在着陆时翻步 还好机上船头跟机组人员30多人全书获救 巨飞机为何会翻步 当地相关单位正在追查当中 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CH52华士的频道 而且记得哦 一定要帮我们分享 按赞 还要开启小铃铛